杨幂十年的恋爱观变化有多大 看到现在觉得结果不重要 觉得爱一个人的过程很重要 因为结果都那样 如果说现在的杨幂是人间清醒的拽姐 那么二十多岁的她 曾经也是为爱上头的女孩 从希望恋爱有结果到结果不重要 十年里杨幂到底经历了什么 2014年在美丽的巴厘岛 杨幂满怀幸福的以为自己嫁给了真爱 事业当红的杨幂穿着不合身的婚纱 带着尺寸不对的钻戒 上面纸镶着非常小的碎钻 以当时杨幂一线小花的地位 她的婚礼为何会如此寒酸 这就在归功于新郎刘凯威了 明明不缺钱 但她对于自己和杨幂的婚礼却极度的敷衍 虽然是特意跑到国外办婚礼 但是现场却布置得非常粗糙 很多装饰都是临时挂上去的 看起来毫无质感 南方也没有好好安排媒体 导致媒体涌入婚礼现场 拿着长枪短炮直直的怼着新人拍 搞得在场宾客都替杨幂尴尬 当刘凯威掀开杨幂投杀的那一刻 杨幂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然而人们却发现 杨幂几乎没有设计发型 而是简单的披着长发 妆容也只是普通水准 精致程度甚至还不如杨幂 平时参加活动的装造 看到杨幂的婚纱 人们的质疑声就更大了 可以明显看到杨幂婚纱的腰身 大了一圈并不合身 这种情况在普通人的婚礼上 也少见至于扮娘服 质感则格外粗糙 劣质的网纱和辣眼的配色 也就唐妍能靠颜值hold住了 而刘凯威身上的西装倒是挺合身 即使被靠老爸奋斗了半辈子的刘凯威 也不过是个三线演员 还比杨幂大十几岁 能去到杨幂 她的内心也是十分激动的 然而刘凯威并没有实现她的诺言 仅仅两年后 夜光剧本就引爆了娱乐圈 杨幂正在飞机上 当她落地后 无数媒体早就在机场等候多时 刚下飞机的杨幂被堵在机场 被媒体围追堵截了三个小时 尽管戴着墨镜 但还是能看出杨幂的慌乱和难堪 更扎心的是 此时杨幂的脖子上 还挂着刘凯威给她的婚戒 这个尺寸不对的婚戒 问候杨幂一直挂在脖子上 当晚杨幂脸色凝重的照常出席活动 所有人都在看她的反应 她却忍下了委屈 保全了所有人的面子 杨幂的引人并没有换来刘凯威的感恩 从那以后 关于夜光剧本是杨幂设下的圈套 这一说法开始在网上发酵 刘凯威和王欧的粉丝纷纷喊冤 甚至还出现了是杨幂先出轨的说法 七日爱屡沦为怨语 最终杨幂和刘凯威还是分到扬镳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杨幂彻底摆脱了恋爱脑 只想搞钱搞事业 然而她也没有停下追爱的脚步 离婚后的杨幂活得越来越通透 如今封心所爱 撩起汉来却是意料一个准 不管是小鲜肉李一峰 还是年龄足以当她爸爸的曾志伟 都被杨幂的魅力折服 就连曾经公开给杨幂难堪的王思聪 几年后也转变了态度 2015年 网上突然出现一段不雅视频 主人公疑似是杨幂 就在杨幂摆口莫辩的时候 王思聪站出来解释了 这才洗脱了杨幂的冤屈 而就在几年前 王思聪对杨幂却充满不屑 多次嘲讽她的长相和品位 杨幂凭什么让王思聪对她另眼相待呢 答案当然不是颜值 身边美女无数的王思聪 怕是早就对美貌免疫了 而她反而更看重人的内在和情商 杨幂做客金星秀逝 一项犀烈的金星 问她四小花蛋里谁动刀最多 这个问题十分刁钻 不管怎么回答都会得罪人 还会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 可是杨幂却反应很快 给出了堪称完美的答案 动刀是 修理的最多 因为是我生孩子了呀 因为生孩子的缘故 杨幂也遭遇了产后脱发的问题 发迹线后退遭到网友嘲讽 当记者现场问及此事时 要是换成别的女星 可能早就黑脸了 杨幂却自黑了一波 出道多年 杨幂一直都是黑红的代表 不管是诋毁 非议还是嘲讽 她都能应对自如 在圈内混得如鱼得水 得罪了这样一位前妻 刘凯威这些年 几乎在内娱消失 出道二十多年 竟然称自己害怕镜头 距离夜光剧本六年 刘凯威再度被骂上热搜 与此同时 前妻杨幂却凭借200多万的 耳饰上了热搜 与杨幂离婚后 刘凯威的事业就一路不间 再也接不到像样的工作 虽然分开的不算愉快 但杨幂却十分厚道 直接甩给了她一套 价值一亿的房子 离婚时杨幂的身家 大约是45亿 而刘凯威只有5亿 这残忍的对比把那些说杨幂 靠刘凯威上位的人 脸都打肿了 杨幂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杨幂的豪气是有底气的 这一个亿在她看来 只是洒洒水而已 自己很快就能赚回来 香港的房产杨幂不要了 但她还有北京的豪宅 杨幂的豪宅位于北京金茂府 是著名的明星小区 李一峰 佟密亚 陈思成 都是她的邻居 金茂府位于国贸附近 是北京的金融中心 相当于美国的华尔街 位置如此绝佳 价格当然也是不菲 一平米最少也要15万左右 我们普通人打工一年 连个卫生间也买不起 这里的豪宅是杨幂 当初结婚时购入的 总面积近400平方米 估值过亿 只要拿出2000万交首付 就能和杨幂当邻居了 孝顺的杨幂不仅自己住着豪宅 还给父母在同小区也买了一套 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 杨爸爸却能悠闲的 在花园里种菜养鸟 有钱人的生活真的太潇洒了 有了豪宅 富婆怎么能没有豪车呢 早在2011年 刚凭借公报火的杨幂 就购入了一辆近百万的奔驰车 然而随着杨幂名气水涨船高 这辆车自然也不够格了 当到杨幂被拍到和刘凯威在一起时 他的座驾已经换成了保时捷帕拉梅拉 在穿衣打扮上 杨幂就更舍得花钱了 一堆看似简单的耳环 竟然高达224万 简直是把一套房带在了耳朵上 至于奢侈品包包 杨幂更是豪气的一次背三个 手里提着的是古吃的花格纹水桶包 身上斜跨着亚历山大王的银色格子包包 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古吃的鞋纹腰包 由这一身行头加持 杨幂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事业蒸蒸日上 身家丰厚 自己又拥有顶级美貌 杨幂现在的人生 简直就是大女主爽文 照进现实 有这样的底气 杨幂即使没有婚姻或者爱情 依旧能活的精彩